你也没有一个吗 吃早饭的 当时我吃早饭没有一个 是了是了 那天不是早饭的 葡萄糖 来一吃 有很多人都好奇 我们在工地上 做活路的人 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怎么收的了的 这么高的温度 今天中午吃饭 给大家聊聊 想看看今天中午吃什么 来 回锅肉 白米糕很正确 酸酱炒回锅肉 超级的下饭 今天上午老板说的 温度太高了 煮得下午就不住了 我们中午把饭带来的 拾在回去 吃了个饭 今天要煮了 嗯 你看工地上来 多数都受不了 尽管都是上午煮的 下午它就没煮的 来 喝口水 一样这么大的太阳 上午来煮外墙油气的 顶着太阳晒 在那屋面上 我们煮外一层昏摔 挂炕的沙漿 也晒着 也受不了 装栏杆的 还不是 都在太阳边煮河了 特别是经常我那个 哇鸡啊 在那里轰动轰动 响一上午 把我们鱼头都炒麻了 哈哈 我们现在在工地啊 老板呢 他把做些时间 改了的 以前冬天都是七点钟上班 现在啊 他就赶上六点钟上班 中午啊十一点钟下班 下午啊 要两点钟上班 要六点钟才下班 半断一天煮九个半小时 还有啊 前在工地上啊 每个工地 他都准备了开水 摆凉茶那些 麻烦那工人吗 种粟吗 还有那些 Live 好像正确的呀 骨头上啦呀 有ared kulYes 有 facial直接水 一座这一瓶水 对啊 现在的工地了不然 还是靠里头都走得对 嗯 回去干下 CAM Ho 这班 rookie og 那ī Che 拌到拌的话 好多油不? 拌个好多人来捞个撒一下 拌凉 工地上做活路的 不管是在户外工作的 都要注意防熟 多喝开水 多喝葡萄糖水 和蒸汽水 注意防熟 还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日视频 大家要提防注意的 好今天视频就很远在这里 我们下午也就不干活了 回去休息 再见 拜拜 还有两个回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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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个回锅肉